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施较贵的下月电价 电费计价方式较高 目的就是希望民众在夏季时能节约用电 本周我们的主题 电从何处来 带你讨论台湾的能源问题 这就是台湾的能源结构 超过九成的电力都要仰赖进口 向国外购买煤来进行火力发电 我们自己发电的核能 目前占总发电量将近19% 先考考您知道核电厂用来产热发电的燃料棒 使用过后放在哪里吗 答案就在核一核二和核三这三座核能电厂中 这里是核电厂反应炉上方的燃料棒冷却池 取出后的燃料棒就放在这里冷却 不过冷却池的空间有限于是台电规划在合一厂的户外 新建干式储存厂没有水质冷却而是改用密封的钢筒 未来新建完成就要将燃料棒移往这里 但干式储存厂仍然不是长久之计 燃料棒储存计划的最后阶段就是设置最终处置厂 台电规划的时间表要在2055年完成 但哪里才是最终处置厂到现在还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基于国际间的协定高放射性的废弃物是不能输出国外的 我们自己制造的核废料最终还是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接下来我们要问那台湾有没有能力处理这些放射性极高的核废料呢 台湾第一座核电厂营运超过30年 未来不论是演艺还是厨艺都无可避免的问题是 用过的燃料棒究竟该何去何从 核电厂的反应炉里最底层是U235的燃料丸 也就是放射性物质 它会放进由构材质做成的户套里形成燃料棒 再将多个燃料棒集合成燃料束放进密封钢管 外层还有由钢筋混泥土做成的一次为主体 而最外层就是厂房 压力容器里面是进行核分类的 它产生热 所以把水加热变成水蒸气 就带动了这个锅轮机 核电超美运转18个月就要淘汰三分之一的燃料束 而在这之后要面对的是燃料棒里放射性物质 10万年的半衰期 从核一到核三 所有的燃料束目前都存放在厂区内的燃料池 冷水降温 不过以历史最久的核一为例 一号机组目前只剩下101数存放空间 今年11月卢星会退出100数 到时候只剩下一数空间 而二号机组目前还有127数的位置 但是到明年底也只剩下27数的存放空间 因为燃料池的容量不够 那如果没有把它拿出来的话 就没办法支持它运转到107年 为了解决燃料池不够用的困境 台电率先在合一厂内新建户外干事主存厂 目前进度已经完成九成 只要取得新北市政府的水土保持执照 就能进一步进行热测试 甚至是正式启用 山坡顶上的地方 比较高处的地方的话 它要我们实际再去砖探 不过这个已经做完已经送进去了 送进去的话 它是因为在审查的时候 又额外提出了30件的意见 那我们现在还在处理 我现在就说明 这个是燃料树 是从原子炉炉芯 它运转5年以后就把它拿出来 长期关注核能议题的宜兰人文基金会 对核一厂的主存桶安全性持高度质疑 因此自己打造一个比例1比20的干事储存桶 看就内部构造 它是先把这个整个桶子 放在燃料池水里面 然后再用机械手把这个燃料拿出来 就放这里面 第一步它就摆在一个护箱里面 它就要放在那个输送车了 到了现场以后 它就把这个呢 就摆在这个桶子里面 它再用起重机呢 把这个水泥的外面的保护箱 保护这个桶子上一个一个放上去 陈锡南是创会的董事长 也是一位罹患帕金森市政18年的患者 虽然行动与表达能力因此受限 但对环境一停热情不减 甚至还与许多专家学者站在最前线 对台电提出安全之一 台湾的气候这么炎热 这钢筒的温度 再加上水里就很不散热 这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 不是台湾的一个水分头 你的金属你要达到那么高的温度 你就要相当的时间 所以那个材料金属材料本身就能够克服一些温度上的一些变化 空气是从下面你看这个一个小孔 小小的这个孔进去 然后再从上面一个小小孔出来 所以我们就很疑虑 比如说这个落叶就把它阻塞了 我们本身有做滤网在进出风口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有温度的侦测 即使完全堵塞的话 我们只要84小时里面把它清出来 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顾虑了 里面钢筒的温度是250度 这个外面的是80度 所以它万一有吐石下来的时候 它人要去清了 人根本进不去 因为太高高温了 那以我们的分析来讲 那是说最高可能会这样 但实际啊 实际国外的经验应用的话 大概是60度左右了 你是寻室的时候靠近一下那没关系的 它还是会有一些氢气的产生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把燃料棒再拿出来 这个顶部这边一定要把它这个切开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产生氢棒 爆炸一律始终让外界担忧 而这里就是曾经发生轻爆的核能研究所 有一点点像家里面在这个点瓦斯炉的时候 如果说你气稍微出来 然后慢一点点火或蹦一声 当然比那个要大一点 但是差不多的味道 科研所坦言三十年前研究用的干式主存筒 在取出的过程因为各项技术不成熟 确实发生六次以上的轻爆意外 为了降低相关风险 因此加强因应机制 要价600万的排水真空干燥系统 透过管线与主存筒的顶端连结 而其实这些设备 未来是要提供给合一干式主存厂使用 这个梯子蛮陡的 实际爬上钢筒顶端一探究竟 这一堆的管路事实上它只有两个 两个接头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我们称作一个叫排水管 排水口 一个叫排气口 那我们是从这两个地方去抽真空 真空脱水降低任何可能引爆的因子 合研所一再强调 现在的安全机制大为提升 将来不论是在存放或取出燃料棒的过程 还会启用氢气增碱器 确保桶内的氢气保持在低浓度 避免轻爆意外 进行焊接之前 或者在焊接的过程 还有整个过程结束的这个程序里面 我持续去增减 不论提出多少保证 毕竟是首次挑战跟过去不同的主存方式 外界势必放大检视 但就算该是主存厂通过验证启用 使用年限40年也只能暂时安置 因为燃料棒里的放射性物质 将与我们共存10万年 核能发电为我们带来便利的电力 特别是夏季用电高峰期 更是稳定供电的因素之一 但其实我们得付出一个跨世纪的成本 而这中间的损益平衡 人类究竟是赢家还是输家 值得我们深思 台湾核能的发展要回溯到六年代后期 台湾启动以交通为主的十大建设 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电力需求 和确保能源能够稳定供应 政府于是引进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核能发电 但已经使用了将近40年了 当时新建的核电厂也要面临使用年限即将借满的问题 最先得要面对的就是营运最久的核一厂 其实台湾不少耗能产业已经逐渐外移 面对产业结果改变我们的电力需求 却没有因此下降 老师傅手脚俐落 一手放变压器外盒 一脚踩切割机 这行业一坐30年 硕大的厂房 机具声轰隆作响 这些机器全是古董籍 两位老师傅埋头苦干 不见年轻人 老产业见证台湾经济奇迹 墙上挂着30年前的精神指标 不难想象当年龙井 随着产业没落 成本提高 也让经营的老板娘很忧心 看起来就没有 人都拍起来 这都是成本 也没影响 而且还长那么多 台湾经济奇迹 靠的是像这样的中小型企业 撑起一片天 回顾50年代 台湾轻工业快速发展 纺织代工业当年的口号客厅及工厂 塑胶花也淡灯 许多家庭主妇就在自己的家中接订单 60年代正值蒋经国刚上任行政院长 为了因应使用危机提出以交通建设为主的 十大建设计划 奠定台湾从农业转向工业 政府为了配合快速的经济发展 正在积极兴建南北高速公路 全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中山高1978年完工 经济起飞砸马步 当时为了确保能源稳定供应 维持经济发展 核能电厂成了最后一项十大建设 让台湾产业形态有机会再转型 十大建设后期 我们经常会发生轮流供电 或者大工业用户限电的措施 那时候技术上核能是一个宠额 所以那时候核能的一切都是优势 所以很快就在十大建设后期 被核一厂就这样 核一核二就这样放置进来 为了盖核电 民国51年先总统蒋中正 行政院长蒋经国 在经济部长孙玉璇的陪同下 市场金山核电厂新建厂指 那个年代我们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紧张的 万一大陆对我们做一个经济封锁 能源封锁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时空背景的巧合 核电确实让台湾度过 第二次石油危机 推动现代工业 震惊全世界的车诺比事件 核电厂为了测试反应炉极限 以外酿出人为大祸 只是从最近的福岛事件 三里岛车诺比 在重启世人对核能发展的大问号 三里岛让全世界都开始去惊醒了 虽然说那个三里岛它没有爆炸 它是说到第二层为主体就挡住 但是光这个事情就让全世界开始又更加的停止 或者延长核能电厂新建的时间 所以那时候核三要加速完成 再来核一核二台湾那个时代 反对是很小 我们所了解的只有对废料终端处理的疑虑 那至于现在很多的反对意见当初都没有 一波波核能事故 有天灾也有人为疏失 拼禁计靠不靠核电 全世界都在讨论 不过台湾产业外移大陆 90年代前仆后继 估计至少超过8万家企业投资大陆 反倒提高大陆对能源的需求 沿海一带 最北的辽宁 山东 江苏 一路到广东 广西 核电厂超过13座 那这些都是它的经济发展最集中的 然后传产量最大的 制造率最多的 中国大陆它需要到2020年 要达到30座 其实一就是因为国际组织 它已经有一个promise 它一定要达到15% 那它又必须要维持经济体 7%或8%的成长力 因此盖核电站 对它而言 它可能认为是比较快的 到今天为止 没有是一个任何世界性的能源组织 会说这个世界 未来的能源需求是下降的 我们大概2040年 就是再过20几年 25年 30年左右的话 大家预估是会再增加一倍 会增加一倍整体的能源需求 不止消费者对用电需求增加 产业也是一样 毕竟现代工厂多一次动化生产 就得靠电力来驱动 一旦电价上涨 当然影响业者跟流台湾 实际走一遭 台湾的传产聚落 这30年来 早已翻了好几班 那这一间 就是早期也是工厂 那现在也是 大概两三年前就已经 就拆掉 然后现在要盖成工业大楼 就是这个整个 这一排大概都是 整个变化都蛮大的啦 来到曾先生的切割代工厂 以往70年代 接单接到手软的龙井 早已不在 工厂自动化 人力需求减少 用电成本却不断再提高 大概80年 那个时候 其实公司一年 大概只有会休息 大概过年休息个三五天 就其他的24小时 包括假日 我们是机器是从来不停的 电汇原先我们大概会占 我们大概5%的成本 但是现在大概已经将 差不多有10%的成本 在没有能源自主的台湾 非核家园早在民国 九十一年立法环境基本法中 确定为追求目标 下一步 如何能兼顾能源核经济 恐怕更需要公民 集思广益 核能发电靠右 二三五原子核分裂 产生大量热能 不像传统火力发电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 在全球迈向低碳能源的时刻 核能自然被台湾视为发展无碳能源的重要选项 然后核能发电却存在许多的安全问题 于是再生能源被视为能源的新选择 台湾身为海岛型国家 每年又有丰沛的东北季风 非常适合发展风力发电 这栋地中海市的房子是澎湖的一间诊所 诊所医师把风车装在屋顶上升电 是屋主实践绿化生活的开始 但要大量生产干净的能源 就要靠这些风力发电机了 完全依靠自然风不会消耗其他能源 也不会产生污染物 这就是台湾西海岸的风力机组 许多人觉得转动的白色风车好美啊 但对住在附近的居民来说 有另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 台湾要发展再生能源 还有许多人权和环保课题必须面对 高举止风车迎风追逐 熟悉的铜腕 让不少人拥有纯真记忆 止风车也是华人世界特有的吉祥挂式 中国北方有句老话说 风吹风车转风吹幸福来 没想到随着科技发展 这句话成了风吹风车转风吹电就来 就像照过多拉A梦的放大镜 放大版的风车 耸立台湾西部海岸 利用风力带动风车叶片的旋转 再透过增速器 让旋转的速度提升 来带动发电机发电 台湾有中央山脉 大陆那边有五一山 所以中间这种地形的效应 有很大的风力的资源 那特别是在东北季风的时候 风力是很强 不需要燃料也不会排放二氧化碳 风力发电被视为明星级的再生能源 台电在2002年 弥定了风力发电十年发展计划 2011年政府还规划了 要架设1000座风力发电机 不足台湾的电力需求 但到了2014年上半年 完成进度不到三分之一 大概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台电设置的 一个是民间设置的 大概各占一半左右 台电设置的有161架 民间设置的157架 那这样的发电量 一年大概有16亿度 这个数据约是台湾所有再生能源的 一乘五是全年发电总量的百分之零点七五不算大 但换个方式来说 或许会更清楚 根据能源局提供的资料显示 一座风力发电机一年的发电量平均在2000千瓦以上 可以供应700户家庭 目前全台300多架风机来算 约可供应20多万户 风力发电机发出了电就会经由这个 变压器把它这个电压就稳定并连到我们的电网 送到这个整个电网里面去 电网当然会优先供应给附近的用户 风力发电在台湾发展历史已经十多年 只是想架设新的风力发电机 却遇上阻力甚至引发民怨 苗栗县苑里镇有居民挂起白布条反风车 甚至在通往海边的唯一道路上架起帐篷 阻挡工程进行 他们都听说政府要在附近3.5公里的海岸线上 兴建六座风车 无奈的居民和巨大风车形成强烈对比 他们都担心未来的日子身体健康 可能会被这只大怪兽渐渐吞噬 居民所指的风机症其实就是风车症候群 因为风车会发生低频噪音会对人体造成压迫感 如果它是在夜间发生当然就会影响你的睡眠 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一定会造成情绪上的不稳定 工作效率的减低 甚至于会觉得好像记忆力比较衰退 所谓低频噪音指的是声音频率在20到200赫兹左右 约50分贝以下 但这个声音却常存在你我身边 那么冷气的噪音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种低频的一个声音的来源 就是所谓社区或家庭 然后另外包括洗衣机啦 那另外还有电风扇等等这些都可以算是低频的噪音的来源 来到李女士的家 风车就在房子的一点钟方向 即使两者距离超过500公尺 但噪音依旧存在 根据说风很多 如果是说东北有点лу保 JAVON 几天我店前 它的声音就不一样 听得很恐怖 打多烤 也要准末 不会脚都做不了 没缩快 没缩固 环保署也特别定了一个 噪音的管制的规范 而且这个噪音的规范 都跟国际上很严格的标准 是一致的 风力发电机的噪音标准独立分类之外 风力发电开发厂商也提出因应方案 补贴安装气密窗 但这个后遗症却会造成环境空气不流通 包含英国、瑞典、丹麦、德国等国家 都设置了海上风力发电机 这种离岸架设构想看来比较不扰民 台湾也规划要在澎湖设置 不过和陆上风机相比 成本势必会大大增加 看似干净的再生能源却考验不断 再加上风车转速快不快 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 因此还有供电量不稳定的限制 台湾想发展替代能源 种种困境需要克服 但这条路肯定很漫长 在全球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浪潮下 台湾对于能源势必得做出选择 开源不易 节流就更加重要与必要了 即将进入用电的高峰期 随时随地随手省电 就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吧 不要忽视这节省下来的电力 也是十分可观的 大家探索周报 每周与你一起发掘新闻的事实 体现新闻的价值 我们下周见 这期节目 注意 Kitty